童年最大的乐事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动画片 小男孩最爱看的动画片 那一定是机器人打仗啊 长大之后啊 这一切就变成了坐在电脑前面 去玩电子游戏 机械对战 或者是赛车游戏 当我们变成成年人之后 我们已经知道 那是年轻时童年美好的想象 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可是假如 你童年的想象 变成现实了呢 下动平车 高河 Hi-Fi-Z 创意首先是在人脑当中产生的 人总是一步一步的 要把自己的想象变为现实 从文字上表达你的想象 用画笔表达你的想象 用动画片来表达你的想象 然后用电子游戏来表达你的想象 其实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在接近现实 终归有一天 你会把它变成现实 就像现在我们面前这款高河的Hi-Fi-Z一样 当你看到Hi-Fi-Z的时候会什么感觉呢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这个车复杂到爆 但是它却达到了它所要达到的和谐 使它整个这辆车整体呈现出鲜明的机甲风 呈现出鲜明的高达机器人的特色 把显示的功能放到车身的外表 这在高河这个品牌上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 而在Hi-Fi-Z上 它表现的要比在Hi-Fi-X上更近了一步 除了像素显示图案的前灯和后灯之外 这辆车在侧面也开始用LED像素显示文字了 侧车门上这一条就是LED显示的屏幕 你可以在里面编辑你想要的词汇 当它的用户接近它的时候 它就会打出一行欢迎的标语 最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它把车顶压得非常的低 尾翼和整个车侧面纵梁的板金件 是完全连为一体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向后延伸相当远的尾翼 而它把风挡玻璃给取消了 你在后视镜里看到的影像 纯粹靠后边的镜头 来实现一个流媒体后视镜的画面 这款车它有672马力 前后两个相同的电动机 动力和扭矩都一样 合并起来是672马力 扭矩是820牛顿米 正常的干燥路面城市驾驶 在经济和舒适模式下 它是后驱车 前电机不工作的 但当你把它运动模式启动之后 或者遇到湿滑路面 或者当你去强力加速 需要它的全动力输出的时候 它会两个电机一起工作 发出同样的动力和扭矩 也就是说它的驱动是前50后50平均分配的 另外高和它还跟博士公司一块开发了 它的整体式的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在博士的ESP的基础之上 进行了定制化的设计和调教 高和这个品牌车轮特别大 它有22英寸的轮圈 它的轮胎是前255后285 另外它用的是米其林的Pilosport轮胎EV 外边没有门拉手 完全得出控来打开 就用这个按钮 如果你站在门侧面 它有感应器 它只是打开一条缝隙 它就会自动停住 比方说前门 它发现我站在这 它停在这了 我可以用手再把它拉开 它是呈现出一个对开门的状态 你有没有发现 它那个座椅的侧支撑 闪现出绿色的金属光泽 在它的面料下面 它还有一层衬料 它在面料上通过打孔 就把下面的衬料的颜色显示 你会看到 它的前座椅和两个独立的后座椅 这是四座的版本 它的椅背 椅垫头枕的样式 会让你想起传统厂家 在展示他们的概念车的时候 用到的那种样式 想象力最丰富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它的这个 仪表台和中控屏人机交互体系的设计上 它是应该说是继特斯拉之后 首款彻底取消了仪表屏的一个车型 你坐在这里会有一种自己坐姿很高的错觉 因为它可以把仪表台降得很低 前方的视线打开的很开 你能看到离车身相当近的地面 方向盘的直径也特别合理 这个价值不仅仅很稳定 重心很低 视线还特别好 但是它在特斯拉的概念的基础之上 做了一个升级改进 就是它增加了平视显示器 当然在这款车上 屏幕左上点也依然能够显示你想要的各种数据 而它这个屏幕要比特斯拉那个屏幕要厉害多了 它是世界上首款量产的 利用了游戏Unreal引擎来操纵的 不界面 在这里面 这个车的影像模型像照片一样清晰 我要打开这个窗户的 把它降下来 我可以在这上操纵幅度 当我的手离开之后 窗户就会按照这个幅度降下来 很精确 手感特别的清晰 在这方面 我觉得高和这个车机交互系统啊 目前在国内应该是最领先的一款 非常棒 当然它的芯片也采用了8155的芯片 所以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特别的流畅 这是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屏幕自身还能够跳舞 那也是它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所以它就会让你感觉 它是个机器人 就像在Hi-Fi X上门会跳舞 它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 就会让你感觉 它有了一种更强的生命感 每一个位置上 人坐进来之后 他都会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像未来 它有一个固定的屏幕 和一个小nomi的脑袋 但是在高河上它的理念就更进一步 直接这个屏幕就是那个机器人的脸 所以这个机械臂确实是一个很牛的发明 作为电动车 它的电机站的空间非常小 所以它能把座舱坐得很前移 但是轮拱特别大 它的轮圈直径巨大 那它对座舱内部的空间是不是有影响 结果发现坐得非常好 就是你坐在座椅上 脚平行的前身 整个前方的割脚板 宽度很宽很平整 它的轮拱 在你的侧面 完全没有影响到 你的脚安放的位置 当然我觉得要测量空间 还是用一些比较常规的方法 就是当我的脚平放在地面上的时候 膝盖离仪表台 6厘米左右的距离 那么这个时候我来考察一下 它的后座的空间 这就是对开门的好处啊 能够打开的角度比顺开门要打开的角度要大得多 这么看应该说进出很方便 但其实不是 它的地板很高 它下面有120度的电池 在国内要这样级别的一个轿车配120度电池的可能还是最大的 而且它有非常厚的侧边来保护这个电池 门槛又高又宽 而它的车顶压的非常的低 车门的垂直向的开口其实是相当短的 那么这时候你要进入的时候 像我这个身高都有一种钻进来的感觉 但是坐在里面之后 你觉得整个空间是相当宽敞的一种感觉 特别是膝盖的空间 因为它轴距特别长 有三米多 所以你看我的膝盖的空间超过30厘米的 这意味着我把前座往后调很大的距离 都不会对膝部的空间造成挤压 但是地板确实特别厚 而它的坐姿又相当的低 所以当你把脚平放在地面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膝盖抬的还是相当高的 你看我头部的空间放不了一拳了 大概只能叠着放三个手掌吧 可是我一点压抑感都没有 因为它是一个玻璃车顶 你上面给你的感觉是空的 因为这个玻璃的面积实在太大了 它要保证这辆车 它是一个性能很强的车 它保证这辆车有这种跑车级的刚性 它在前后舱之间有一个很宽的横梁 加以支撑 而它的纵梁也特别粗壮 壁柱也极其的粗壮 所以它的整个的车身的刚性是非常强的 在后舱上你会发现有好多的置物的空间 琳琅满目 侧面有小的置物槽 有俯首箱 背后还有傅藏箱 你看我看到这样的容金 我想你什么车 我想你劳斯莱斯来了 特别大的豪华脚车 但是后边特别小 而这地板特别高 你看当你把行李汤盖板打开之后 除了几个放一些工具的小插槽以外 下边没有任何空间 但实际上它的椅背是可以电动折叠的 它只是中间的部分不能动 当你把椅背折叠放倒之后 两个高尾浮球包顺着放进去 一号木全装在里面没问题 这是四座板子 它其实还有一款五座板子 整个整体中间都可以放到 它的使用性会更高一些 这次试驾的时间很短 也只有一个上午 其中真正的试驾 就不到七公里 开始加速的时候 呈现出一种后驱车的特性 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后轮驱动的力量非常强劲 如果你车身处在弯道当中 你加速比较猛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要飘移转向过渡的那么一个趋势 但是立刻它就是整个系统就把车身控制住了 轻轻一扭之后 只要你不做任何其他的动作 车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直线行驶 过弯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就侧倾很小 轮胎的抓地力非常强大 第一圈的时候 你甚至会有一种 哇 它这个转向太快了 比你预测的线路 比你预测的反应还更快 所以它更快的贴近到弯道的弯弧顶往里走 那说明你的速度不够快 在这个赛道上走的时候 你确实是感觉你在驾驶一辆高性能的轿车 运动高性能的轿车 它悬挂的响应就非常直接就能让你感受到这一点 特别是在压过路肩的时候 那种效果都很像是在驾驶一辆超跑 如果你的车速在60公里以下 那么它的后轮的转向是逆向的 会让这辆车变得特别的灵活 而它的车轮的转角呢 单侧能够达到6.6度 那双侧呢 总幅度能够达到13.2度 所以整辆车在日常使用当中 能够确保它的很强的灵活性 那有一点不足是我感觉的 就是它的刹车还没有匹配到位 所以像这个刹车呢 会让你感觉有点太过软了 并且呢刹车的回馈不够 那在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无论从刹车的响应 它的阻尼力还是信息的反馈上 都应该再进一步加强 它的起步的价格是61万五座版 而我们现在试驾的这个四座版 就贵了两万是63万 所有的配置都是最齐全的 你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什么选装了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